哈啰,大家好,我是吴小妹 那今天呢,我有一位重要的来宾 终于这一期的来宾不再是打羽毛球的嘉宾了 她是一名艺人姐姐 咦,好了吗?讲到她,她就来了 她在这边 然后就非常好奇到底 运动员和艺人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哎呀,她在那边等我 Hello 嗨,刚好我在做intro 蛤,真的啊? 素颜哦? 很緊張 因为你够很多时间嘛,我就无聊了咯 Hello,走了,Hello 所以有时候 实力也是不够啦,还是要靠一点 一点点,除非你真的是抢到那种 你可交替的那种 你是讲人家BB 就可以 就可以有价值,是不是? 没有啦 没有,她也 人家也是会讨厌她的 很多啦,一定有很多haters 像你们也是很多haters 诶,我还好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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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然后这里一公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28个人睡一个tan 就真的是想要去帮的那种 对,然后你甚至连大小便 你都是在和解决的 蛤? 拍我? 就是素颜 没有啦 我又换两条眉毛 你看过,因为动眼这样白,艺人这样黑 白 我真的很黑的 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白的类型 我也放弃了变白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好像很多人对女人 尤其是对女艺人 就会觉得女艺人一定是要白白的 然后一定要瘦瘦的 但是我可能不知道咧 我觉得其实像现在哦 其实你白或不白 瘦不瘦其实一定不重要啊 个人吧 太多的都是 你看在台上哦 真的一系列每一个人都是白白的 几乎 都是 几乎都是 大家都会很 我之前的经纪人也是会 希望我白一点 一直叫我不要出去晒太阳 然后我要白一点 但是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我有一点点的拥押血统 所以我是一晒大我就会黑了 然后我一黑我就可能拍一部戏 我就需要拿两到三个月来变白 所以我跟你是倒发 你是永远晒不黑 晒得黑 可是又很快就白 我很惨耶 我真的是拍一部戏要三个月才变白耶 所以基本上就一直演那种农村小妹啊 哦你很适合耶 屁啊 应该哦 刚人吃就这样子了 真的 然后又黑黑这样啊 然后人家就觉得 你是不是好像没有营养啊 没有营养 你看我的手 农村 农村的啊 哪有我的手 农村很厉害 你看 想插一点 然后我又看起来不滑 其实我满滑 我真的满滑的 满滑滑 我只是看起来干干 但是我没有 那你看你看这一区 你看到吗 看到这一区蛮干的 这区是什么 他们就是淹水啊 所以他们的车完全放不进去 全部都滑出来 你看这些全部都是 为什么我跟你讲 要卷床垫跟旧衣服 就是这样 哦难怪他们车拔出来 然后衣服全部都 这些家屎全部摔到来 好可怜哦 哇这边更多 这个很夸张哦 这些厨全部不能再用啊 本来真是要进去了 真是不能再用 而且这一区是 是外劳区哦 他们可能不知道 怎样上网球做 是哦 但是幸好他们在大马路 有时候有人看到会 这边就很多人进过 你看你看 哇这边更多哦 这一带全部 都是 看到吗 全部都是从刚才那个 呃单程排屋那边 搬出来的东西 那边算是比较 诶不算平民区啦 但是 经济 经济上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家庭 不是有一个朋友要去本洞吗 是耶 可是我们不怕今天我们进到去 你看天夜在黑暗 我其实有点担心不懂今天会不会下雨 如果你们进去本洞的话 是要就是帮人家清理 而且你穿什么鞋啊 拖鞋 我随时radio所以我穿拖鞋 随时radio去帮人了 我也是穿拖鞋 我觉得我们可以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先 因为如果是去那个地方叫卡拉 哦卡拉 听过 就是随时都可以进去 嗨 嗨 我虽然只是黑 但是我选很漂亮的哦 我还没有讲你的名字 我还没有接受你的名字咧 要介绍我 我也想过一楼百楼 随便一切都想在我过的 我不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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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多人都懂啊的啦 太出名了 屁啦 诶可是你其实很尴尬的啊 有时候我出去的时候 有人会跟我讲 诶哈喽 我听过你的歌 然后喊喽喽喽喽 我知道你是谁 然后他就叫我 你是Rainbow 蛤 Rainbow是谁 不知道Rainbow是谁 哦他怎么叫错 或者是有一个最尴尬 还是最尴尬 你就是那个Rabbit 什么Rabbit 哦 谁是Rabbit Rainbow 谁会叫Rabbit 然后我就会很 OK 嗨 反正我那时候觉得 只要大家记得我的名字 有一个R这样子 我看就是应该开心的瓜 这样哦 因为像你们运动人 人家可能记你们的名字是 都是记马来名字 参加比赛这样 Ginway Go 那个有艺名啊 然后我们那些人家 很多是记得我的作品啊 最糟糕的是 人家看着我 跟我讲说 诶我记得你有一首歌 是那个 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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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哇差太远了吧 我一想呃 幸好没有唱那个山顶黑毒蛇 我现在才公开 我几次出这首歌 诶 性别问题耶 你不要这样子咧 我至少看得出是一个女生 然后我就有一点尴尬 我还在一起唱 我讲 我现在一定有这样 可是那个不是我的歌啦 可是没有关系 我讲 现在有很多很好的作品啊 就真的是这样 你很好奇 为什么我也认识他 哦 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有一天醒来 我就突然认识了 对 然后谈到很厉害 因为我们太真实了 过度真实了 所以 惹到很多人不喜欢 哦 其实吼 好像 好像现在的社会 每个人好像都假假这样子咧 不可以 我接受到 这么晚没有遗忘 没有啦 没有啦 他感觉到我们讲的话 有点危险 他在那边 那个耳朵很小 okok don't talk too much 现在咧 我们晚上因为收到消息 说葫芦咖 有一个小一点的村 是没有得到帮助的 大家帮的都是外面一点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晚上 会去这个村 跟那个村长沟通 看看他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哦 去到那边跟他沟通 哈 因为 我们有一些义工 进到圈里面没有来 完全 哦 联络不到外面的人 所以你刚才讲的 那个satellite的分 工作就是 说啊 有东西的话 才去接 就是不是一个fixed的东西吧 哦 其实我当时候喜欢这个工作 也是因为我不想做fixed的东西 你看啊 因为如果说 我小时候成绩很好的咧 我考试成绩是很好的 然后因为 就想到我如果 像我跟这妈妈的想象啊 去读 医生啊 律师啊 可能我就是每天做一样的东西 我当然没有讲说 医生的律师是 不好啊 是很professional的东西 是很值得 尊敬的工作 但是我自己是一个 做不住的人 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 或者是一个固定的point 都留太久 我有一点点 pd hd 过动症 哦 所以我就很喜欢动 你看我脚一直要讲话 一直要动 这样子的 不然我会浑身不自在啊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太focus 所以呢 我就选一份比较动感 有不动感啊 就是比较flexy一点的工作啦 像我们现在哦 其实就是如果说 呃 国外的话我不懂啊 但马来西亚其实 马来西亚艺人 因为这一次的疫情 大家的影响是 很严重很严重的 很大耶 我有很多朋友耶 同行耶 基本上他们都没有在做 没有在做这行啊 嗯 或者是 暂时后没有做这行 他们开始去做别的 可能是来 grab啊 卖水果啊 卖吃的东西啊 其实看了是很心痛哦 因为有一些 可能线上艺人 他们还没有太早开始 经营他们的社交媒体啊 所以就变成 只要没有线下的show 就是没有那种商业 就真的是完完全全不能生存啊 零收入了真的 所以我其实真的还蛮清新在 前阵子的时候 就是我出道不久过 然后我就有开始在经营社交媒体 虽然我不算是什么大网红 但at least 在社交媒体我还可以 至少以这个东西可以维持我的生活咯 就是有人会给你业配 有brand找你业配 靠业配的 赚的钱来支撑的生活啦 就是不需要完完全全 只是靠表演而已咯 OK 因为我们进了嘎巴 所以我们调一下这个 那个树像 然后因为 有酸民在酸 是 酸什么咧 就讲我们咯 就讲说 呃 现在艺人啊 都没有好好唱歌啊 跑去做网红啊 诶 其实都 一样咯 这才是一块半 我都会把这个卡下去金钱拿 就是不好好做你的正业咯 像我们讲你去当网红 你是00后 所以你会觉得都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可能一些80 90后 他们就会觉得 好像你看你有看过以前的歌手 会做直播这样子的事情 有没有以前没有了吗 对 是现在的年代才开始 连大牌明星啊 大牌艺人都在做直播 因为直播就是最新的Trend 要吗 必须 我算是马来西亚歌手里面 呃 排在前线 开始做直播的歌手来的 开始进入直播平台了 所以我一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是受到很多人的攻击了 很多人讲 呃 你就是做坏艺人的市场啊 你开始去做这种直播平台啊 就变得很low哦 因为拉低你的Standard 是没有什么 但是我看到的东西是 这是未来的曲子 对啊 随先改变哦 对 如果你不开始去适应直播这一块东西 然后等大家都熟悉了之后 你就很难去适应了 你就很惨了 你就跟不上别人了 对 就好像现在是短视频的时代 如果说你是觉得 哦我不能哦 我不可以给人家拍我的私生活 我不能拍Vlog 那种你也是跟不上时代的啦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拍这Vlog 对 我是ok的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要 一直自己去想新的东西 因为你不做的话 人走的一天都会被遗忘掉啊 对 而且寿命很有限 你要park ladies parking是不是 对 我跟你讲 每一次进 ladies parking 我都会重视请的 怎么 诶有一个男生在你们车上 诶有一个男生在你们车上 以前我短头发是吗 现在我长了 ok啦 你完全不像男生好吗 以前以前我头发很短 以前 可是你这样白 会有男生这样嫩呢 诶你知道真的是整人看到你的皮肤 就知道你有多白嫩滑 哇 真的很白 真的很白 所以我们现在在Midmania要去买一些 要买一些 要买吗 要买吗 必需品吧 对 然后 晚上进胡鲁刚安 所以她现在要买 等一下要脱鞋 因为她这个鞋 不防水 然后我就买安定鞋给你脱 就鞋完 然后再来吃 Suppers